OK 有什麼問題嗎 Yeah 親愛的師父 首先我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運行 非常感激 謝謝你帶領我走入另外一個人生的開始 我有一個很難控制的問題 我想是說我從小有一個問題是很會幻想 這個思緒飛出去的時候很難收回來 可是我現在打坐還是一樣會亂跑 其實有一個思想或是所有的 有一些人他有一個很固定的困難 他天天想那個問題 我不是 所有的我知道了 管他了 我們頭腦都亂想 每個人都有 就算在打坐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會自己幻想跟師父對打 也沒關係 就是師父問我什麼 我答什麼 我問師父 也沒關係啊 好玩啊 這是正常是不是 正常 總比跟妳先生那個對打好啊 人家對打一陣子就會吵架 跟師父對打就不會 對不會 而且是很好的答案 很安靜啊 對…很開心 對…很開心 而且很多問題會解決 可是這是我的幻想對不對 我一直會這樣幻想 幻想不幻想誰管嘛 只有妳高興就好了 所以即使在… 我現在問題是打坐的時候不能夠專心 他就會這樣子一直想一直想 沒關係 那這樣就是妳的專心的辦法 我們連想到師父啊 對 只要兩個這樣子對對打打 還是一種專心 OK 妳怎麼樣就怎麼樣嘛 過了一陣子也許另外一個專心的辦法 OK 還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有的時候會很怠惰 什麼意思 會很懶惰 喔 一樣 那跟我們兩個一樣 這個懶惰… 我覺得這個懶惰要用很大的力量去… 去控制它或者去鼓勵它或者… 懶惰啊 打坐或是懶惰工作 我覺得我都懶惰 沒關係嘛 盡量嘛 OK 不行的時候我就放下嘛 就… 能起來就起來嘛 順其自然 真心 不過就工作的時候要起來去喔 懶惰就失去工作 就會傷害了自己生活而已 OK 不然沒有人管妳啊 好 非常感謝師父再一次 謝謝 非常不客氣 師父 妳好 一心以後 當然生活有很多改變 我非常感謝您 但是我有一個感覺齁 從一心以後到現在我… 我每天都看很多妳的書 妳的袋子齁 然後佛陀 工作的時候都不斷的在聽 但是我還是一個感覺 還不夠 我不知道是我太貪心齁 還是…我想請您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我那個心很切啊 然後我覺得工作…對工作好像越來越…真的… 但是我知道很重要工作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對您對回到回去的渴望很強強到我… 我覺得還不夠就這樣子 沒關係啦 很正常的 好的東西我們越吃越喜歡 不是貪心 不是貪心 OK 而且對那個… 對那個真理啊 貪心是沒關係 因為這是我們的本心啊 我們因為不足夠才多要 沒關係 謝謝 不客氣 敬愛的師父 我能夠見到妳很感動 我沒有問題 我只是有很多個第一次百感交集 有很多話要說 在大陸實際上有許許多多需要獲得真理的人 也有許許多多想得這個大法的人 我們大陸的人民也是非常希望解脱 並且也必然會得解脱 觀音大家庭當中 不可能沒有在全世界佔12億人口的中國人 散哉 散哉 我懂了 懂妳的誠心啊 這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妳自己本人體驗他們渴望的那種感動性嘛 妳講的話就是妳心裡感受的 她們這些聽妳講不懂 她們這些聽妳講不懂 她們認為妳太浪漫了 我知道有一些人會這樣想 她們在那邊太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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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在那邊都不聽那邊 她們在那邊都不聽那邊 謝謝啦 謝謝妳們來看 師父您好 我也是心裡心的同修 我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師父說我們的世界是上帝創造的 那麼誰創造上帝呢 那個妳要問她咯 那就等我修行好的時候 等問她的時候再問了 做的時候問她 做到她的時候我就問她 說妳從哪裡來? 上帝妳從哪裡來? OK 好 她是不來不去嘛 不來不去 自然就這樣啊 她就在那裡了 就在那了 在妳那邊啊 OK OK 謝謝師父 嗯 各請 師父妳好 我想請問個問題啊 就是當我想肯定的 肯定的東西的時候啊 否定的力量也跟著來了 而且有的時候吧 很難控制這個 很難控制這個否定的力量 請問師父這種情況還是怎麼辦 很難 很難便非不能啊 是很難 對 嗯 就是陰性之前嘛 這種現象是特別 就是 這種情況是很平常的 陰性之後呢 稍微有所改善 但是有的時候 也還是就是說 否定的力量很 有的時候是 比較難控制 比方說哪一種 比方就是 比方就是 比方說想 想著 想著佛的時候呢 那麼 那麼就有些 有些否定的力量就是 攻擊佛的力量 這種 攻擊佛的力量 對 你攻擊不了它 所以不要做夢 沒關係 我們頭腦都胡說亂想 不要管那麼多 好不好 好 能控制的經驗控制 不控制的經驗 不管它 好 謝謝師父 你做你的 你念你的五句 你打坐 OK 謝謝師父 然後如果太多吵鬧在裡面的話 放一點佛 佛戰 或是師父獎金等等 給他安慰一下 OK 謝謝師父 難免的 因為我也瞭解 你們所謂相信的佛 你們有一種固定的一種思想 固定的一種定律 就說佛應該這樣那樣 現在是二十世紀 佛應該不一樣 因為這個不一樣的佛都放不進去你們那個固定的框 所以你們開始懷疑一點點 沒關係,不過還是要打坐就好了 以後,你那個結果會自己證明了自己 不用相信師父,也不用相信我本人 就相信那個教理 因為我沒叫什麼壞的 跟著教理就好了 然後打坐,自然結果會證明自己 沒關係,原諒自己 我原諒你 我原諒你 你不是第一個 很多人會振紮這樣子 無所謂啦,我們修行自在嗎? 摩登的佛不一樣 眾生是一樣的 你看,佛在世的時候也有困擾 有很多人不能修行 有很多人供其誹謗他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修觀音法門也是很困難 所以你看,當這個佛這個時候 如果祂回來,祂是要變改的 祂要變更,跟著時代才能夠度化眾生 你看,眾生還是一樣無明 他以前做什麼對修行的人 做什麼壞的、做什麼壓迫的 現在還繼續一樣做一樣的壓迫 是嗎?沒有進步多少 佛要進步 好像 essen 最大的方法 được 有很多方法 ruler 一首是先開del 一首是先開電話 一首是先開電話 另外一首是先開電話 听懂没有 这个口要讲英文 那边要讲西班牙 I am sorry 你的佛已经太落后了 他坐不了这个位置了 我把它换了 行不行 OK 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吗 好可爱 看到一个好看的佛 也是很舒服眼睛 何必要丑呢? 何必一位佛要应该这样那样子 要走路没有鞋子 那个瘦伤脚怎么办? 瘦伤脚怎么能够跑到这里来呢? 然后没钱怎么坐飞机来看你们呢? 你们自己钱不够用,我要贷款了 你们自己钱不够用,我要贷款了 哪有还要付钱给我坐飞机,住旅馆 你付得了给我吗? 我住一个礼拜付得了吗? 你不要做梦 我这样做是很对的 嗯,不要怀疑啦 我欢迎的是按照你的教导 就是听这个音流啊 但是另外,头脑里有一种清洗的感觉 这种现象是... 很舒服是不是? 是的 这是不是正常 正常啊? 你要懊恼吗? 不懊恼 很舒服啊 舒服就好 原来就都堵塞了 现在都清洗干净了 嗯哼,OK 就表示说你修得对 不是说师父讲就正话 是的 第二个问题则是往生的时候 是从顶上走还是通过智慧眼往前走? 从顶上 往顶上走 谢谢 哎呀,这个灵魂它不管从哪里走 它自由自在 不过智慧眼就是我们集中那边 懂不懂? 为了要得到我们智慧 那个是要说总部嘛,OK? 灵魂它也不用走也不用去 我们这样子用语言讲而已 不过它被控制 我们那个头脑 控制它在这个身体的时候 它要出去的话 如果不从这边就是从那边 都一样,对它一样 自由自在就好 谢谢师父 因为我想念的师父已经十年 我今天果然回到师父的身边 而且得到师父的加持 我非常感谢师父 我有两个很大的问题要请教师父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这个工作 就是等于是医疗的工作 我是做那个理科治疗 而且我在当病人治疗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对方的那个因果的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 用医药? 医疗就是理科的 没关系 那可以看到他的因果的病 可以看到啊? 医疗怎么? 医疗怎么? 就是跟他治疗对方的时候 他什么因果来的,我可以知道 没关系啊? 没有关系是吧? 你自然来不是你故意的 但是我都会知道 我是不是不可以告诉他 要告诉也可以 他有时候会很明显的知道他的因果 但是我很挣扎 我想说我是不是要停止我的工作 所以我又没有新的工作 我就是很挣扎的在 那你修行有没有影响什么? 就是很累的时候 我打了关音就可以去掉 好,就没关系吧 没关系 如果你真的太不舒服的话 你就找别的工作 有关因果的方面 如果你真的很舒服才讲 不要的话也不用讲 是不是要欠他吃素 对…这样子也很好 如果他听的话 我差不多每一次都有跟他讲 就叫他欠他吃素 欠他说要修行 要把他的因果弃掉 对,捲少他要讲 这也是很好的东西 好,谢谢师傅 你们要问那个有关修行的问题 第一 第二,问什么问题 让你们自己升华更提高 修行更进步就问 OK,所以现在有肯齐的问题 对你们升华 对你们修行很有帮助的 就马上问起来 简单很短 答一些很清楚 我想我没有震动力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震动力老是要保出来 好远这样子 为不我有什么影响 你震动是不是 OK 这样我… 特别有关音的时候是吗 对啊 OK,没关系,继续做 很… 有的时候保到外面了 很… 没关系,继续做 没关系 继续做到他不震为师 谢谢师傅 不过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他什么时候真的震不震就不震 你不要在这边等 OK,五分钟 他还没有停 对,谢谢师傅 精华身体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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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啊 还有… 进步才不累啊 还有什么 还有师傅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妈 我觉得她很固执 我妈妈 她很固执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 跟她做良好的沟通 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她 她不修行是不是 多修行 你喜欢她修行是不是 多希望 对,没关系啦 她老了,让她活自己的 你照顾自己 她会有得到帮助 好 每个人她业障啊 做法不一样 她不修就不修 你尽量少顺 尽量对她很温柔 然后顺起自然 你做你的本分就好了 不要急的要度她 OK? 她自然会跟着来 好 你只要你很孝顺 很甜美啊 她就会感动 然后她就会觉得 啊,我的女儿修这个法门 真的有效呢 她有更好的 有进步 我对她很满意 你只要做它 你只要做它 轻松地 你只要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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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做了 偿 Chung 你只要rocco 如果你不闭上 Amber 身体 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啊 有时候呢 没有两秒钟吧 就入定了 入定以后呢穿越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的旋转力呢 非常的快 有时候我就受不了 经常的那个脸扭曲 别人看到我呢就脸都歪曲了 不知道这种现象 对我有什么 没关系啊 谁受不了吗 没有一个人啊 我们是没有人 怎么受不了 再就是我穿越完黑洞以后吧 就是很强很强的光 这个眼睛呢就是觉得呢 很不舒服 对对对 还是要看 受不了 哦 不会了 你还在啊 受不了是头脑讲的 光越强越好 受不了因为我们太否定习惯了 看暗暗的习惯 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狱很黑的时候 他第一天出去 人家不能马上让他看太阳 要先把车一下 懂吗 就这样子不习惯而已 不是说太阳不好 不是说太阳不好 几点要吃饭 十一点 好 好 那我们休息了 休息了 好 好 我绕一趟给大家看 然后走 好 在这边比较简单看 你们都很贪心 你们都很贪心 看不到的时候就说 师父 我要看一眼就好了 一眼就好了 看一眼就好了 看一眼就说 再看一眼可以不可以 再看一眼就说 哎呀 都握个手多好 能够握手也 哎呀 能抱一下更好 抱了要说 哎呀 能在旁边最好 一天到晚要求那些物质的感情 不需要 我们修行的人很伟大 听懂吗 神使劲给别的众生 看一眼有得到最好的法门 已经很很舒服了 知道 OK 很多同修看不到师父 你们能看到已经很好 OK 我们要自主满足 自主满足 哇 还是很多人 看到吗 看到吗 不客气 男孩子算蛮有修行 你看 要省钱跑过来 你们太太没控制你们的皮包 好的太太 回去要多敬他 然后替我感谢他 OK 让替我感谢你们先生太太 同情让你们过来打坐 当然对他们很好 不过也要感谢他们 他们认为是他们好的 我们永久不会分开的啦 没关系 下面还见嘛 有没有什么真的好的问题 不问会死的 就问 师父好 那个父母年老老年病的折磨 怎么要做子女才能减轻她的痛苦 而且照顾她的很辛苦 要怎么减轻痛苦 这个是很困难 各有各的订阅 订阅是很难改 不过如果我们自己本人有修观音法门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一些 比如说大变小 小变空的 就是不修行的人 比较困难 只要靠他们子女修行的 借给一些福报 那当然比较好一点而已 那你尽量给他们看医生 不过这个时代不应该受苦的 他们都有药疗可以安抚这些病痛 是你尽量找好一点的医生 是 是 谢谢师父 师父你好 我想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在两三年前的一个晚上 我在一个房子的前面 那天晚上月亮是蛮亮的 在一个房子前面 我看着那月亮 我知道我的头脑告诉我它是月亮 但是我看它的时候 它是一朵金莲花 我自己觉得很怀疑 眼睛再揉一揉在看它 它还是一朵金莲花 那时候我家师姐已经运心了 她站在我旁边 我问她说 你看月亮是 是月亮还是莲花 她告诉我说 她看的是月亮 但是我在看还是一朵莲花 我就是感觉这一点 让我感觉很纳闷 是否上帝对我有某种歧视 怎么纳闷 看到画是很漂亮 你纳闷 对啊 就很漂亮 我是不晓得说 上帝是否对我有什么歧视 我教你修行嘛 谢谢师父 你没有听到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吗 没修行以前啊 就看月亮就是月亮啊 在修行的时候 看月亮就不是月亮啊 修行一正式以后 看月亮就是变莲花 谢谢师父 开玩笑 他没有这种事 有时候我们有这个修行的命嘛 就上帝就用很多方法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点奇象啊 让我们那个头脑啊醒过来 这很好的现象 本来东西都是幻想嘛 哪有什么月亮 有什么莲花 就是我们定他想月亮 他就是月亮了 你看 不过这些幻想我们都可以改变了 所以我们醒悟的时候 我们要装造什么都可以了 懂吗 师父你好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要请教师父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今年72岁 他有那个参禅打坐三十几年 而且也有看各教的经说 他那打坐有做到像师父昨天讲的那种体验 入定的体验 那请教师父他这样子能不能了脱生死 那不够吗 还不够 一点体验不够 不过他不会堕落那个苦土的 而且你都有硬性的话 你不要怕 OK 还有第二个问题 要请教师父 我们硬心过后 如果依照师父的教理 每天打坐两个半小时 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 有没有办法修到 生定永不退转的境界 看你啊 看你有没有时间啊 好 第三 第三个就是请教师父 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正切的利益一切法界众生 使他们脱离苦海 那修关于法门就好了 继续修下去 就是我自己一直修下去 然后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就自然会知道啦 这样好 谢谢师父 谢谢 不客气 师父是说 最好像佛教都敲打颂唱 对不对 那我们不应该有敲打颂唱 就是观光跟观音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麦经书的地方 还有师父的佛站呢 这点我有点不大明白 佛站不行吗 你喜欢听卡拉OK比较好是不是 他算不算是一种敲打颂唱这样 不会啦 他们听舒服嘛 好 谢谢 跟听奖金一样啊 然后那个麦香就是 我是佛佛嘛 我妹叫你麦香 麦那些木头香 麦佛佛是可以的 不过不是这个意思啦 开玩笑啦 连佛佛也不要拜啦 不过他们喜欢我嘛 看不到人就看照片也好啊 也这样子 像你想念你的先生啊 他去远一点工作嘛 他不在家 偶尔你拿他照相机来看一看 这样子 夫妻的感情又没有被虐待 又没有被忘记啊 又浓缩 会更想念他 懂吗 想念他就会记得妻子的责任啊 还记得跟他衷心啊 还记得他的好的品质啊 那更疼爱他 更疼爱他 更疼爱他的话 就腹肌更浓缩 家庭又更好 那他们看我照片的时候 不是崇拜的 就看就记得 啊 师父叫我们修行的 要师叔的 要直接的 做好的吃紧了 然后这样提醒他们修行嘛 那不是崇拜 听懂没有 OK 请教师傅 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打坐会很好 会挺好的 然后可是有时候会 会突然好像会有来很多压力 然后会 很想控制那个情绪 不要好像爆炸这样子 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可以让这样子的情况 尽量减少 打坐的时候 或是平常呢 平常有时候也会 懂懂 那因为外在的事情嘛 嗯 你能控制就控制嘛 不能控制的话 减小一点 比方说本来想喊很大声 就喊小一点 就OK啦 不过我们是 在这个世界延续嘛 有时候也许延这样子好 没关系啦 不要压力自己啦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OK 有时候不是全部控制才好的 不是这样子 OK 自然控制才好 知道 谢谢师傅 客气 像小孩有时候 他太皮啊 先生很很坏啊 也没办法说 坐在那边像木头一样不动的 是吗 嗯 是啊 我硬心的时候 没有看到观 现在已经五个月 我一直想看到观 还是没有观 可是观音有 就是没有看到观 要怎么办 不要想 不要想 就是做他自己会来 嗯 谢谢师傅 这样子简单做了 不要这边期待 期待的时候 我们用头脑太多 我们没办法超过 那个头脑的境界 所以才这样子 轻松放松像小孩一样 说好你来也好 不来的话无所谓 谢谢师傅 不过也可以祷告啊 就以前说师傅 我真的想看光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在那边一直期待 一直期待 然后看表、看鬧钟什么 就不好了 下一个 师傅你好 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是应该要想祈求的事情 还是让头脑就是空白 你能让它空白吗? 我会拜你为师 意思说你不要故意想 那个问题或是世界的事情 你在打坐的时候 尽量不要 OK 我现在有空了 现在在那边想我兴盛的事情 想我处理这些那些事情 不要这样故意想 最好就不要想 知道了 不过如果不能的话 就不管它 有时候我们没有跟 入很深的定语 会想是想 光还是有的 听懂没有? 所以就想 乱七八糟 那个是幻想的 没有关系 不要责怪自己 谢谢 谢谢 师傅你好 我家师兄很精进 他一直很担心 说回不了家 我想说 请教师傅 我们一起以后 真的可以回家吗? 真的? 保证可以回家 保证可以回家 只要你们诚心尽量做就好了 不是故意翻街,不是故意调皮 不是故意不打车就没事 OK,保持保持 行了,行了 行了,要出去 我要看别人 好不好 等一下,走过去给你们看一眼 然后就走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